各位youtuber的朋友大家好 这个作品呢 我觉得看到的人有福了 喜欢这个 老瓷器的 今天这个作品当中呢 为什么说有福了 今天作品当中我教大家一招 当然这个 古董见天学当中 没有任何可以用一招 吃变天下的 这是不可能 只不过是某一招 覆盖的这个 识别新老的这个 几率比较大比较小 比如说我的一招覆盖80% 或者90% 我综合通过几种鉴定方式 这个我可以把这个东西的新老 确定包括年代 但是呢如果要是用一招 来鉴别东西 百分之百新和百分之百老 这个是不可能的 在鉴定学当中呢 在古董鉴定学当中 叫就是 排除法 比如说有五种鉴定方式 看这件东西的新老的方式 如果有一种 从一个角度去鉴别它 是不对的 是有问题的 那这件那个古董呢 基本上就会被枪毙 枪毙掉 今天呢这个 这个作品呢 我教大家用一招来识别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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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彩 粉彩的这个 真酱 为什么说很难得呢 我拿着这个标本呢 也不是特别容易 为什么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盘 这是一个尺寸非常大的盘 尺寸非常大的盘 后面有款 大清光续粘制 这个款落的也是 写的还行 写的绝对一点不弱了 虽然达不到关款 基本上接近了 但是为什么说大家有福了呢 拿到这件东西跟大家讲 是大家有福了 因为什么呢 想 搞这个行业的 想这个 找一个新货 不是很 不是很难 但是想找到一个高方 不是很容易 不是很容易 今天我拿的这件东西呢 算是一个 高方品 为什么说算是一个高方品 这是一个四十多厘米的 这么一个大盘 大家看一下这个胎 首先看一下这个胎 大家会看到这个胎 老气十足 很老 它不是一个接胎的东西 这个东西呢 是老的 这个胎是老的 老到什么程度呢 民国 左右的这么一个胎 但是里面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右面和这个画工啊 体现出来的 包括 包括 写的是光绪的 光绪的款 这问题就出现了 上下差了 差了这么几十年 差了这么几十年 这几十年 差在哪呢 就差在这个 它是一个 后家彩 行的叫后家彩 就是它本身是一个白色的 这么一个老的这么一个盘子 四十多四寸的盘子 彩呢是后加上去的 这个彩是后加上去的 比如说我通过其他的方式 比如说看它这个彩 是否是矿物质彩 包括这个彩就是这个彩的层次 有没有问题 通过这些方法都能辨别出来 这个东西的 新老 这个就不是这堂课要讲的 我这堂课要跟大家讲的是通过 嘎吏光 因为 光这方面有几个说法 比如说 什么贼光 和 这个 保气光 说这个 这件物品 这个古董有保气 它有一种散发的保气光 或者是说 这个物品 它有这个贼光 就说明是新的 今天呢 我们讲的是嘎吏光 我是北方人 我们把这个音呢 可能叫的不准 我们称之为嘎吏光 什么叫嘎吏光呢 就是大家理解 就是像贝壳 贝壳内部 贝壳内部的 用阳光底下 或者灯光底下 一反射的时候 它产生的那种光 我们称之为嘎吏光 老的这个 这个 粉彩的这个 右面 一定会有这种嘎吏光 出现 但是高仿的 造假的 此戏会不会有呢 也会有 今天呢 我就拿两样 跟大家做对比 我也不知道镜头 可不可以实现 就是能看出来 真的嘎吏光是什么样的 老的嘎吏光是什么样的 新的嘎吏光是什么样的 好了 我拿这个盘子 现在 我用灯光来晃它 大家会看到哈 我指着的位置 看见了吗 这个位置 就是有 它有一种七彩的 这么一个颜色 啊 这种颜色就被这个 玩家称之为 嘎吏光 这个高仿的东西 可以骗过 市面上90%的 啊 行内人 啊 就是这件产品 但是我跟你 之前也跟大家说了 这是一件 啊 有问题的 我们单说是 右面的话 这就是一件新品 那新品当中 他们所做出来的嘎吏光 看见了吗 是这种 是这种 就是它是一块一块的 啊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啊 它一块一块的 灯光晃去之后 它这个嘎吏光的颜色 和这个底下 底下这个粉粉彩的颜色 是没有关系的 看观照 看见了吧 啊 为什么会出现一块一块的 像这个 快点往上看 啊 为什么呢 呃 是因为它这个咖喱光 咖喱光是后上去的 啊 后后加上去的 啊 后加就会出现这种 咖喱光的情况 啊 或者是没有咖喱光 或者是后加的 就是加的比较生硬 看见了吧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哈 好 接下来呢 我再拿出一个小盘子哈 呃 这是一个 民国左右的 这么一个 小的 小粉彩的这么一个盘子 这个是一个 是一个民国的老的盘子 因为我手里头 没有晚清的这个粉彩 就目前为止 公司里面没有 所以说没法再找一件 啊 只有找这个小的粉彩 大家会看哈 实际上这个这个盘子 它就是一个青白色哈 当灯光晃过去之后呢 看镜头里能不能体现出来 大家会发现哈 它这个光有的 会有变化 看 这位置会感觉 有放那个紫 放青 放紫色 或者是彩色的 淡淡的 这种咖喱光 这个才是真正矿物质的 非常自然的 哎 哎 看见了吗 而不像它这个 不像这个盘子 你看 这么一横过来 灯光一晃 多强的咖喱光 这种就是标准的化学制作的咖喱光 就 那些这个 咱们低端的 所谓的低端专家 或者低端的行业里头 你看到这种东西 基本上就会上当 就会上当 就会上当 好了 由于这个作品当中呢 就是这个拿着这个标本吧 拿着这个东西跟大家 看的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也能隐隐约约感觉出来 你看这个位置 它有一个泛紫啊 还是泛蓝的 有的时候一晃 就是有彩色的感觉 这种白色的 你看这种白色的地儿 按理来说 不应该有彩色的感觉 但它有 它这个 这个小盘子 它由于它的年代没到 如果它要是到晚清的话 它的咖喱光会非常的 这个 皮子还是强很多 但是要自然很多 它的过度也非常好 不会像这个似的 看见了吧 这整个盘子看 看见没 这全是咖喱光 这种点上去的咖喱光 看见了吧 这个胎是对的 手拉批的 胎都是对的 好 今天这个作品 就和大家 教大家这小方法 就交到这 请大家持续关注我 这个 我会陆续的用各种方法 教大家如何去辨别新老瓷器 包括市面上所有的珠宝文丸古安 好 谢谢大家再见